美国这次联准会降息 会不会一次降两码呢 昨天这个数据让大家很担心 美国公布了8月份的 ISM制造业指数 公布出来47.2 本来市场预期则是47.5 因此不如预期 不仅如此 好多制造业相关的数据 这一次都显现 美国的制造业很艰困 所以问题来了 到底制造业出了什么事情 会不会这一次为了救经济 可能美国联准会会降两码 好 这是FedWatch 到底市场怎么看待 这联准会下一次会降几码呢 昨天的同一时间 我们看这FedWatch 降一码 昨天的预期大概是 百分之六十九七成的预期 那降两码 昨天只有31% 但是今天降一码 激励雨精下降到了不到六成 降两码的几率攀升到了四成三 T站我们请您上台来了 真的会因为旧经济而降两码吗 到底在接下联准会怎么样影响美股 好 那真的经济不好 确实是有可能降两码的 那所以大家其实要谨慎 那但是也不用太恐慌啦 反正因为已经跌了嘛 就是已经先跌一波 就不用那么担心 还有非农数据 如果非农数据再不好 是不是真的降两码 可能就降定了 那当然很有可能 那我们可以从几个地方来看 那就是第一个 就是像昨天公布的制造业指数 那我们等一下会有稍微深入一点说法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一波跌得比较深的就是肺半 对不对 肺半像是那这个道琼创历史新高 才回来 大家觉得这个正常拉回 S&P500也是接近历史新高啦 那才下来 不过我们等一下有空的话 可以看S&P500的周肺 我们等一下看一下 那我们先看肺半 肺半是这个反弹起来 只有到大概一半多一点 那呢 就昨天又下来 7% 对 那这样的走势 其实确实比较不好 所以现在确实有可能是在打第二只脚 但有可能也是第三只脚 为什么 因为假设这里到这里上来 这个就第二只脚 因为这边撑入这边啊 对不对 那这边如果是上去 美国全波高 再下来第三只 那后面越来越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 这边有个重点 就是相对于之前的是科技相关的领长 现在有点换了 对不对 换成这个道琼比较强 或者S&P500比较强 虽然我们现在又有一个想法是 会不会强弱 有点转折 不一定是整体走空 只是科技或者是AI 或者相关的比较弱势而已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担心 好 那我们来看肺半 那我们这边有两条均线 那这条均线呢 一条是季均线 一条是半年线 那你可以发现 从去年11月开始 其实多数情况下 你看它过了这个蓝色的季均线之后 它其实都在季均线上方 对不对 那只有破了之后 在半年线之后弹回来 那所以它又沉在季均线上方 那最后就在7月中的时候跌破了 那后来才有这波大跌 所以呢这波大跌之后 它两条线都跌破 那最近呢 弹起来之后 在季均线跟半年线之间震荡 原本如果比较好的话 应该是震完之后往上突破 确立新的支撑在半年线上方之后 从也像这样子 有支撑后往上攻 有支撑后上攻 结果比较可惜 昨天是一根下来了 所以这样的表现 确实是比较差一点 会让整个原本是 有希望变成支撑的 不管是半年线也好 或有希望变成支撑的 季均线也好 都变成一个反压 所以呢 最近的压力确实比较大 所以如果你我们要抓一个比较悲观 或者比较稳健一点的 就是你要守 可能就是守到前波低点 就是守到429042 4300这一块才是比较稳的 因为如果这里是底部 那就这边就不能破了 那如果要抢 这边要上去啊 他既然没上去 就是修正 那接下来观察重点有几个 第一个像制造业 昨天公布的制造业呢 表现是确实比较低迷 连续好几段时间都在50下方 是比较萎缩的 对 那现在就靠接下来 公布的服务业稳定市场 因为其实在 差不多两个星期前也是 这个制造业指数不好 服务业还不错 市场是呈现一个乐观的情况 所以呢 靠服务业看 服务业很好 因为其实因美国的产业分布来说 服务业的产值比较大 所以如果服务业大好 其实大概 大概应该也还可以接受 那目前呢 有几个风险 是我们接下来 这三天内就会发生 第一个 因为今天晚上公布的 大家看到的时候 差不多已经公布了 就是职缺数 那这个职缺数呢 问题比较大的是 因为从八月初 公布的就业数据里面 可以看到 公时已经下降了 那平均公时下降 代表一件事情 今天企业可能不需要 这么多员工 可是他又不想要把你裁员 所以来砍你上班时数 那所以你公时已经开始下降了 景气不好 对 有可能景气不好 但如果公时下降 然后职缺再降低 表示我们真的不需要那么多人 那景气再不好 那很抱歉 就是裁员 所以像联准会报有说的 就是说他认为过去的经验衰退前 就业数据不好会出现的是裁员 可是他认为现在还没有 只是可能要出现 所以我们赶快降息啊 那可是如果你突然开始裁员 可能就比较难逆转 所以这边要特别了解的 那礼拜五公布的这个失业率 预期是4.2% 那我觉得如果是4.2 当然是不错了 低于4.2更好 表示就业市场是稳定的啊 大家可以高兴一下 但如果就算稍微往上走 我告诉大家 因为这一次原本是4.3 我觉得就算高一点点到4.4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接受 因为已经先跌这一段了嘛 对 可如果再往上跳 掉到4.5 那可能就有大幅的风险发生 那我们有一个想法 就是这一次如果是降息两码 大家会不会反而是利空 因为呢 其实大家觉得降息两码 有资金出来啊 其实长一久来看 不一定是坏事 只是当下有可能大家会觉得 是不是经济真的这么差啊 是不是你连怎么会 有很多接下来的一个政策要出来 所以大家觉得风险很高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 制造业目前坏掉 我们等一下可以给大家看几个重点 第一个 如果现在主流是降息 是预防性衰退 如果是预防性衰退的话 当然是拉回的好买点啊 因为其实如果是降息 那这个经济开始慢慢好起来了 预防性降息的话 那代表经过降息后呢 有更好的成长力道 可是如果是预防性的 犯得了降两码吗 当然尽量是不要啦 因为缓降息比较好 表示是预防嘛 就这样 就像是如果你今天吃药吃一颗 就感觉好像还没那么严重 一次吃一大把药感觉是不是很严重 所以如果是两码就不是预防性的降息了 对有可能是怕衰退 所以如果是衰退的话就表示什么 联准货已经没有办法等通膨回落了 因为慢慢降息已经无法支撑市场 所以它必须要快速降息才能找到信心 所以降息的速度越快 表示联准货越悲观 那它有可能要去修改对于前景的看法 才能够让它要降息 如果就是它认为经济还是很好 那你就是只是失业率稍微提高一点 它干嘛要降量吗 一定是发现有一些地方真的转差了 所以它要加速降息 那这个在初期会是一个对市场 比较没信心的讯号 但如果接下来重点是 经济到底有没有因为你降息而支撑起来 如果有的话大家就不用太担心 那其实我们刚刚有说过美国制造业从2020年 22年开始升息完都偏弱了 那昨天的数据为什么大家觉得真的很可怕 是因为主要是现在是烂还可以更烂 原本就是已经不好了 但是因为这个呢 它是这个美国ISN制造业偏矮 它是每一次够跟上个月做比较 所以它是一个越减的概念 所以每次低50就是越烂 越烂继续烂 那这一次的数据的数据 第一个是什么 新订单预期进一步下滑 新订单要几年的新低了 所以他就表示原本订单已经少了 又少越少越少 跟了跟了一直下去 所以新订单不好 所以市场这些制造业 暂时先降低产能因 那这也合理啊 因为我如果做了一堆商品 又没有新订单 我要打折卖掉 我是不会亏钱 那结果又发现了一件事情 库存又开始升高了 好这个会出现一件事情 会变成如果接下来新订单 还是没有改善 他这么多库存会消化掉 就会从自己制造业 往上开始去砍他的需求 所以他有可能会让 更顶端的需求越变少 例如大宗商品 所以当他们油价 这边又跌了 那像同价也有一波拉回 所以这些都是导致大家 对于市场悲观的一个重要因素 好所以今天晚上的数据 礼拜五的数据都好重要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你掌握全球最新讯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